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来看到的是随着热气球活动的闭幕 接着的是一样是由县府官吕处首次办理的台东野营生活节接力登场 顾名思义就是以露营为主题 规划了两天一夜的游城活动 从8月到11月监控规划了6个场次 而活动的地点分别有在太马里、大午、东河、长滨、海端这些地方 而别于一般的露营除了在露宿星空下 还有萤火晚会、烤肉等等的必备活动 还推出了深入部落野菜采集等等的内容 在17号的上午由县长黄建廷宣布活动的开跑 一生休闲、穿着轻便 县长黄建廷手拿露营必备餐具 敲除声响进到记者会现场 在火水湖旁特别搭起帐篷 就是要告诉大家 由台东县政府官吕处首次办理的台东野营生活节 紧接在热气球活动闭幕后 节礼登场 将在8月到11月间办理6个场次 各两天一夜的露营活动 民众会选择露营区 台东应该是首选 因为在台东就是有最棒的大自然 空气最好 环境最好 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人文风情 都是最好的 台东县政府推出这个野营生活节 其实就是要让更多喜爱露营的好朋友 他能够选择到台东来 尤其选择到台东的部落里面去露营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的六个场次 南茴县有大午的卢迦卡斯 然后部落 然后有在山河的海滨公园 那么我们在北边有我们在布农文物馆 就是可以体验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跟美食 然后我们在长滨也选了一个部落 在东河也有一个部落 总共现在推出来四班 有六个场次 喝汤的 你看这个好厉害 这个小饭包 都是 除了规划六个场次 六个不一样的地区 让民众以喜好报名参加 而每个场次别于一般露营 除了露宿星空下 萤火晚会 烤肉等必备活动 还推出深入体验部落 野菜采集以及农村生活 走进森林步道 制作手工香皂 草海岩等手工体验 不同特色活动内容 更重要的是 报名前两千名的民众 更可以享受到满满的优惠 让大家以轻旅行 绿生活的方式来欣赏 并且体验台东之美 东台新闻林婉珍 刘大游 台东市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 为了要分享音乐 更为了要让台东的音乐子弟 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演出 由廖一芬医师 号召出身台东的音乐人 在去年他们还成立的 这个台东回想乐团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团员们共同规划的音乐会 在8月15号 这个艺文中心来展开了 让人感动的是 演出的团员 不论是旅居国内外 都趁着暑假不断的练团 让成立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 气势如虹 是博得满堂彩 采可福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第一乐章 由就读德国弗莱堡音乐大学的 许兰堡 以及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 陈维志 这两个人长达20分钟的钢琴演奏 让现场的观众听得好过瘾 另外博得满堂彩的 还有这一连串的精彩演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立不到一年的台东回响乐团 团员都是台东子弟 他们爱好音乐跟要分享音乐 规划8月15号的这场音乐会 也是创团第一场音乐会 不论是旅居国内外 在这个暑假团员们相约 一起感动台东 8月15号的这场音乐会 让艺文中心演艺厅几乎爆满 而同样支持台东音乐人才的 县长黄建廷康丽 也到场和大家一起聆听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能够把这些孩子都组织起来 然后利用暑假的一点点时间 大家练习一次 就能够把这么好的音乐 呈现在我们乡亲的面前 期待这些学音乐的孩子 能够经常回到家乡来表演 那么用音乐来 给我们提供最幸福的饗宴 也祝福他们在学习音乐的路上 都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音乐会除了台东在地团圆之外 也邀请来自花莲 屏东 高雄 台北等优秀的音乐家 共同参与演出 大合奏为听众演出 神鬼奇航等筷智人口的曲目 节目高潮不断 最后应观众要求一连三首的安口曲 更是振奋人心 如雷的掌声让整场的音乐会圆满落幕 东台新闻 郑大方 林婉珍 台东市采访报导 是逢传统民俗里的鬼月 台东现议会特别在8月15号下午在议会前 举办了中原普渡仪式 由议长饶庆林带着多位议员和所有的议会同仁 一起祭拜这些好兄弟们 普渡仪式庄严肃穆 祈求在这个特别的月份当中 希望一切平安 也期盼议会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农历7月是中华民俗里的鬼月 台东现议会不免俗的选在8月15号下午 在议会前广场举办中原普渡仪式 议长劳庆林带着多位议员和所有的议会同仁 一起祭拜这些好兄弟们 普渡仪式庄严树木 议会也不可能免除这个习俗 所以我认为说每年应该办丰盛一点 来请一请好兄弟尤其在议会 议会是台东县的最高名义殿堂 市会也比较多 口舌也比较多 看看拜拜 议会能不能平安一点 府会能不能和谐一点 所有的台东县的县民的福利 看能不能多照顾一点 每一位参加的人手拿一柱清香 听着道士念着颂词 脸上的表情都相当虔诚 今天我们台东县议会 由我们劳清理议长带领之下 率领的我们30位的议员 一起来举办今天这个中原节的普渡法会 主要是希望能够祈求国泰民安封调与顺 同时也祝福我们台东的百姓们 能够出入平安 然后和家喜乐 透过这样的仪式 不仅祈求好兄弟的保佑 在这特别的月份中能够一切平安 议会各项行政工作也能够顺利开展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提换音乐节的重头戏 焚风摇滚乐团大赛 经过连日来的出赛 副赛在16号的下午是举办了总决赛 大专社青还有这个青少年组呢 总共有10队是进入了决赛 而焚风摇滚透过乐团比赛 发掘出更多创作人才 在每年的暑假诞生出焚风铁团 都在台湾音乐圈里发光发热 而这样的比赛 已经成为台湾大型乐团比赛当中的指标之一 而今年的铁团奖 又是由哪一个团体拿下了呢? 现在一起来看看 由台东县政府和铁花音乐聚落合作举办的 焚风摇滚乐团大赛 在每年暑假诞生出来的焚风铁团 都为台湾音乐圈注入新的火力 2015年焚风摇滚乐团大赛 经过连日来的初赛、复赛 大专社青组和青少年组 共选出10队乐团进行决赛 8月16号下午举办总决赛 现场来了大批的粉丝支持 所有参赛乐团都拿出鸭香宝 准备夺下大奖 我会参加大奖 经过一番激战过后 2015年铁团奖 大专社青组是由撒巴干乐团拿下 得奖的是 撒巴干乐团 冬赛 而青少年组则是 帕西高奥夺得 青少年铁团奖 得奖的是 巴西高奥乐团 暂时恭喜巴西高奥乐团 我听说 这个社青组 大专社青这一组 有来自全国 51个不同的乐团 来报名参加 到最后 评审在评分的时候 最后的总评分的时候 也非常非常的激烈 甚至于还要到 用投票才来决定 我很开心 看到这个活动 带起来的一个回响 我想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舞台 让他们的很多的这个 这个创作 很多的音乐的表现 都能够借由这样的舞台 给更多的人来分享 焚风摇滚乐团大赛 举办第五年 已成为台湾大型乐团比赛中的指标之一 也是许多台东音乐人重要的摇篮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台东好音乐被发现 东南新闻刘大游台东市采访报导 已打造属于台东人 青年创业 但是又苦于没有完整行政空间的困扰 现任东专餐旅科教师刘告扬 还有他的妻子 将台唐厂长的旧宿舍 以标注的方式承租下来 重新规划的室内空间 不只提供了完整的行政办公设备 甚至还有住宿空间 以及会议室的宽阔场地 让想要创业或者是从外县市 来到台东暂时注点的业者 能够以短中期承租的方式 让这里成为麻雀虽小 却武藏俱全的办公空间 这处坐落位于市区中心路的巷子内 充满浓浓日式风格的老旧建筑 当时曾经是台唐厂长的旧宿舍 配合现有县舍活化的政策 台唐将旧县舍以标注的方式 提供给民众承租 走进室内整齐画衣的桌衣摆设 简约的空间设计 这里被打造成为适合青年创业 或是外县市业者 在台东临时找不到办公环境的住点人员 只要花费少数的租金 就能够在这里开始办公 甚至还能够在这里住宿 整个的范围非常大 那在围墙内大概就有200平的空间 那大概有 越来越快接近100年的大草屁 不只办公设备齐全 甚至仅仅使用少数的花费 就将老旧的浴室打造成为 简易干湿分离的卫浴 简樸的寝具摆设 虽然没有华丽的装潢 但是通风空间的设计 也能够提供给住宿的人 有安稳的睡眠环境 其实还是要考量到 使用者上面的一个舒适性 那所以我们想 这个浴室跟厕所 其实它是比较多人会使用的部分 那透过就是干湿分离 一些比较新一代的一些 简易的设施 让大家使用上可以比较舒适 那进来就会觉得说 虽然是一个老房子 但是竟然会有放松的感觉 宽阔的会议空间 投影设备迎应俱全 为了便于创业家能针对小型产品 拍摄行录广告用的照片 迷你摄影棚也是不可少的 我们有放了一些老蚁头 老板凳 那大家可以 你工作累了 就在那边稍微放空休息一下 那充个店再出发 组建屋外多达百坪的绿地 一览无疑的开阔庭院 在这里工作 不但环境相当宁静 走出户外一片青葱翠绿 有助于稳定思绪 营造创意的无限想象空间 另外就是说 未来我们会把这边 除了当作一个创业者平台之外 因为创业的里面可能包括 我们台东这边有多小农 或是食农的一些业者 那他可以把他的产品拿来这边 做寄卖的一个平台 那未来我们也会推我们在地的饮品 维持旧听色的建筑外观 这里未来也能成为 游客前来浏览日式建筑 与喜爱拍照取景 休闲摄影族群聚集的多功能场域 东代新闻张家维台东市报导 时间馆与蒙藏委员会合作的西藏 唐卡艺术特展 其中难得一见的唐城沙画呢 在16号的下午3点开始 由喇嘛四人分座于四方 而且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在展示厅进行解除观音坛城的结界 诵经仪式之后 开始使用金刚柱 将坛城的四门划散 同时将十二色的彩沙集结 分装到迷你的沙瓶当中 与限量特制的坛城钥匙圈 由喇嘛亲手祝福 分送给当天 来到唐卡艺术展馆内的民众 日前史前馆特别邀请沙画师傅 与助力喇嘛总共四个人 在西藏唐卡艺术特展展场中 亲自绘制 谈成沙画 同时在展馆内公开展示 让民众了解 亲眼目睹 藏传佛教文化的精髓 与艺术之美 当天史前馆配合馆庆十三周年 十六号特别邀请喇嘛师傅 再度前来 在范背与祝福声中 为观世音菩萨 谈成姐姐 供观音修行的谈成 这是非常科学也艺术的 那我也非常欢迎各位观众 久以前继续来看这个展 那今天这个仪式呢 只是代表整个特展里面 可以说一个高潮吧 但是整个的展 是蕴含得很丰富的文化 宗教 艺术以及科学的内涵 现场参与的民众 也随着喇嘛师傅 同步念诵六字真言 在中研仪式结束之后 彩莎一一装瓶 由命中红叫喇嘛 亲手送给专程前来排队 领受祝福的民众手中 因为我们刚好就看到这个展览的 那个广告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了 当天所有装着 谈成沙话的彩莎瓶 全部都分送出去 史仙馆当天还特别制作 三款精美的钥匙圈 一起送给这次参与 解戒仪式的现场民众 当天也吸引了近200个人 共同见证 这场在台东难得一见的经典 藏传佛教圣事 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使用过后的东西 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像是易开罐的拉环 还有空的牛奶壳 而这些东西拿来可以再做什么呢 透过网络放送赞呢 一起和大家分享 怎么将这些物品有效再利用 饮用完的牛奶和饮料外包装 例如易开罐的拉环 除了丢入资源回收桶之外 还能够替您节省衣橱内的空间 还有喝完的牛奶空盒 还有许多的用途 经过简单的剪贴之后 就会变成收纳小物品的小盒子 再来呢 把牛奶盒的四个胶 剪开来 剪开后呢 我们再用双面胶 把这个牛奶盒贴好 很快的 牛奶盒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用的收纳盒了 而比较大型的外壳还可以这样做 看我的法宝 告诉你们这个就是要做这个用的 我们在切菜的时候 那你要切鱼肉 在切蔬菜的时候 不是通常都会有鱼腥味吗 那每次切完鱼肉 你就得要把沾板拼命刷拼命洗 现在只要有牛奶盒 你再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现在只要你在切鱼肉之前 想垫上那个牛奶盒 再放上你的鱼肉再切它 切完鱼肉以后呢 把牛奶盒丢掉 网络放送站 以上的小PayPal你学会了吗 资源回收再利用 即使是用脏了 用坏了 丢掉也不会心疼 最重要的是 也不会伤了您的荷包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布农族文化跟农物 还有狩猎有相当多的关联 像是年曆啊 还有小米碎石记忆也有关系 并且衍生出自己的历法 像是什么时候可以开肯 什么时候可以播种 除草等等的 透过小米年曆 统统可以一清二楚 看得出来布农族 这些祖先的智慧 而且呢 简单一记 而后代族人 也继续的将这个智慧来保存下来 唱着布农族的传统歌谣 让人马上起鸡皮疙瘩 小米体验的主人胡天国 也是新科代表 这一一解说 强上这小米年曆的特色 其实大概我会先跟大家讲 这小米 小米的由来 小米的由来大概就是 先我们布农族的画力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开梗祭 祭点那个祭开梗祭 所以它一个原地 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锅子 当然去山上的时候要带个锅子 来找这个新的开梗地 因为布农族以前 每拨过小米的地方 就不用再拨过 因为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肥沃了 所以应该新开一个 在这个时候应该是12月 以那个季后为主 我们这个地方是12月为主 12月的话就是开梗 来到坎鼎村 怎么能够错过体验小米 首先先来上课 就是要来认识小米年曆 年曆对布农族人来说很重要 小米的顺时记忆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大额祭的前面有一个狩猎祭 狩猎祭我们看看 这个都是山 猎区 应该它有带的东西 张山 然后这是一个墙 小米就是这样 好好听喔 就一个故事了耶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就是稍微简短 这种布农族花丽 它一直这样子轮着 第二年又来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所以这布农族的智慧 它就用 这样子 没有什么文字 它就刻在那个石板上 所以这是布农族的年曆吗 对对对 工作力 好有智慧喔 工作力 它用这个图团去标示 对 让后台这样子 知道 以前住院是那么的认证 年曆上清楚记载 什么时候是开墾记 播种记等 透过小米年曆 就可以让你掌握 小米以及布农的传统文化 下次来到坎顶村 可以先找找小米达人 让他来告诉你 小米年曆的特色 以及特别的故事 东南宣传部 正会如林婉珍 在海端乡的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到的是 气象方面的资讯 来看到台风的动向 在8月21号之前后 天鹅台风 会来到台湾 东南方的外海 那后续的台风 入境的动态变化 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间 因为预计在21号前后 走到台湾 东南方外海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有机会稍微减弱一些 到了这个时候 台风有机会 逐渐产生一个 往北移动的状况 所以天鹅台风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到时候得要看 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8月19号 北部 东半部 南与绿岛就会出现长浪 而8月21号 全天受到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 东半部开始下雨 而中南部 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再来关心台东县各乡 正式的天机概况 台东市与北南乡 25到33度 纵谷地区 23到31度 南茴地区 25到32度 海线部分 26到34度 里岛部分 绿岛蓝雨 27到33度左右 再来关心到的是农民力的资讯 国立的8月18号 这天 当天是农历的7月5号 而这天日冲属猴 36岁跟96岁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而这天适合破屋 坏圆 而当天刚好日职月破大号 所以凡事要特别注意 而及时是落在了子丑成位 这四个时间 而星座运势呢 本月主打星是狮子座 幸运数字呢 是8而贵人星座 则是双子座 而整体运势 是三颗星平平的状态 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 由于理解的偏差 和异性的沟通 容易有困难 所以呢 只要有耐心解释 才能够让对方明白你的想法 在投资的时候 你会感到惶恐不安 无把握的投资 还是暂时搁浅为妙 而思维很活跃 适合学习数学 效果极佳 提供给你一则例子小语 认真感受生活 不论是苦或乐 因此人生会变得更有意义 而不仅仅只是活着 提供给您最参考 感谢您收看 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请锁定二次频道 祝您平安喜乐 我是婉真 我们下次再见 宣优 ihnen 屐气 太阳去压山 她会联 kaz 为哪里 一条门的话 退家 请大家 为狂山 苛川 往称owa 无侍三 红色的额 忽略感染著我的心跳 結束喔 說出一顆 說出一顆 想念 把你留在我身邊 缺乏給你任何快樂 我沒資格 讓你為我心疼 心還寫出 算落書 我的唯一 連接我的臉下 在別的等你 啊呀呀呀 一樣喔 愛啊 因為今天我們要見面 所以太陽在生氣 因為月秀中的那套線 不正在放心的去飞 一旦我消了 清晰痕痕的固扯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那么爱我的你 有些爱与想重力 却越更清晰 和最痛的距离 是你 who Yesterday is blue The water is blue The air is blue The vision is blue 本来的自我感觉挺好的呢 说了笑就死了 低头一看 妈的心脏噴血了 难怪走着走着人就难了 是比较晚到那个化妆间 然后一进去就忙着跟佳佳 还有阿灵讲一些场面话 然后想说 奇怪好温泪 怎么都没有看到她 然后就稍微往那边角落一看 想说 那个面黄鸡臭的人 哪为什么就是王航本人吗 好温泪 对 对 对 好温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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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们打不出来 咱们两个别的虎虚比较精彩 叫我的理由我数得出来 我就是说 拜拜 每个我的他们都不来 那最后还是别人厉害 Z NAT今天 我好温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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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泪 好温泪 我好温泪 你这样是要我爱过 你这样是要我爱过